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安格拉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篇的安格拉GIS的模块加载 第一部分是使用config函数的语法糖 介绍一个config配置模块代码块 然后这个是ring它的运行代码块 constant 这个是它一直都会被执行不改变的代码 它都是会第一线执行 好,我来看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2015年 1月28号,今天星期三,现在是晚上四点钟 我所在地是武汉 一个星期的雨加雪,看得到天气报很恐怖 然后气温这里非常低,晚上也比较冷 好,我们回到正题来 安格拉GIS的模块加载 模块的加载和依赖 一个模块就是一系列的配置和代码块的结合 它们是在启动阶段就附加在应用上的 一个最简单的模块有两个类 代码块和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配置代码块 在提供程序注册和配置阶段执行 只有一个提供程序和长量可以被注入到配置块中 这是为了防止服务在被配置好之前 就会被提前出事化 这个有点像一些配置文件也是类似的 但是呢,安格拉GIS没有配置文件 这个读取的这个功能 它就将配置代码 作为了一个程序的优先级 然后配置代码是先执行 然后运行代码是后执行的 在注入器被创建执行后 用来被用来启动应用的 只有实力和长量 能被注入到运用块中 这是为了防止在运行后 还出现对系统的配置 也就是说我们在代码 配置代码块这里面配置好以后 它会加载 在注入器被创建执行 就是在执行运行代码块 这是被注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创建了一个 APP MyApp MyApp里面创建了一个 Constant和Config Rain 这个是把它的日子打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执行的一个 它的一个代码块 这个是运行代码块 就是我们在项目中都可以使用它 来执行 因为它有个执行 顺序我们可以把它封装起来 也就是相对于面对对象里面的封装的代码 就把它变成一个代码块 一个代码块 让它有个优先级别 首先我们会 这个是我们总是会被执行的这个代码 然后这个是被配置好 然后我们最后才是运行所需要的程序 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这一节的模块加载 也就是说的内容 就是按摩模块化 为了模块化就是为了代码 执行有先后顺序可控制 防止它们有冲突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就了解了这三个 属性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再来看代码里面呢 我们代码里面有 两个 内容 一个是 我们看一下 index index 首先 看的是 control 这个代码我们会被执行 这个方法是总会在所有配置块 配置代码块之前会被执行 app.config function 这个是给它一个传递一个时间 我们等一下可以在 IE浏览器里面去看它的执行顺序 这个是运行块 是安格拉GS中 MAN的方法最接近的概念 就是说在程序里面 我们的程序有一个入口 就是最主要的 方法就相关于MAN的方法 最接近的概念 代码运行块中 通常很难进行单元测试 是因为它的应用本身高度偶合 运行代码块通常由来注册全局 事件间接地器 整个程序分为 配置的代码块和运行代码块 然后这个地方是给它创建一个时间 然后创建一个直对的 一个直对键关系的一个数据对象 我们然后在程序里面可以把它打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个程序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代码里面有一个Service 你看 这个代码是被创建的服务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Config和Rain的方法 这里简单介绍使用Service可以注册一个支持构造函数的服务 它允许我们为服务对象注册一个构造函数 Service的方法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支付出版类目的 要注册的服务名称和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用来调查进行实力化服务对象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程序 首先我们打开IF12打开控制台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步我们已经运行的服务配置代码块 然后它的初始它是最先优先级别第一 然后是配置代码块 因为它首先是运行的配置代码块里面的代码 你看我们这第二步就是服务运行的代码块 所以说服务它这个级别是优先的 然后最后运行的是运行代码块 这我们要知道它们的运行顺序 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唯一例外的方法 这个方法总是会在所有配置代码块件被执行的 然后我们看RAM的方法 运行代码块是安格拉GS中最主的方法 就是MAN的方法 一个运行代码块就是一段用来启动应用程序的代码 它所在的服务都会被配置和所有的注入器 都会被创建之后执行 运行代码块通常包含了一些难以测试的代码 所以它们应该写在单独的模块里 这样单元测试时它们就可以忽略它们了 好然后一个可以还也可以介绍大家一个就是 使用config的函数就是有一个语法堂 配置代码它按照注册的顺序 依次被应用唯一的例外就是最常量的定义 它们应该放在配置代码块开始处 就是我们可以在配置代码里面定义一些常量 然后再换一个话题就是语法堂 也意为堂语语法是由英国计算机 皮特约尔汉兰达发明了一个术语 指计算机语言中添加了某种语法 这种语法对语言的功能并没有影响 但它更方便的程序员使用 通常来说使用语法堂能够增加程序可读性 从而减少了程序的代码的出错机会 其实config有一个简写的方法就是语法堂 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的资料 这个我就是顺带的提一下 好这一期课我们的模块加载已经讲完了 所以说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知道它的一个代码运行的状况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正常等于 感谢观看 恩 承诺